你的詞曲 李宗盛 看見我 寂寞 不去 也不必 勇敢的愛 歡迎我們各位彙賓的光臨 在2014年 我記得我們QQ音樂正式開創了 正版的數字專輯的一種發行的模式 非常珍貴的在這個歌坦當中 也有這樣的一位藝人 他就是華語樂壇的領軍人物 他一直用自己的每一個作品 每一次在舞台上的呈現 帶給大家獨一無二 無法複製的一個又一個的驚喜 他是誰 李宇尊 你們回答得太正確了 就是李宇尊 那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當中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也相信每一位都一定 用正版的方式去支持了 春春的新的作品 就是我們的Music家戰略計劃 這次在2016年寫手李宇春 共同前進 我們迎來了野蠻生長的喜訊 那這次這張專輯野蠻生長 打破了以往的方式 採用了四張不同的數字 EP 分別為野蠻生長 通過這四張數字 EP 帶給各位不一樣的音樂故事 像是一個敘事詩一樣 講述了李宇春的成長 所以在這一次 在今天這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要和現場那麼多支持春春 支持QQ音樂的朋友 一起來慶祝這個時刻 所以這個不可複製的歌手 到底他一路野蠻生長 經歷了什麼 首先讓我們一起通過一段視頻 來回顧一下李宇春 野蠻生長的這些年 有請 天生讀人 光速登峰 電堂監鑽唱片 历時五個月 野蠻生長 漸似風風 全新數字專輯小量 正在播放武漢市的同時 李宇春野蠻生長 學會演唱會 同步秀文 2016年 希望少年李宇春 以野蠻生長之時 再次為華語樂壇 帶來前作威嚴的驚喜 旅遊行 初到十一載 作為內地唱片小量 最高級保持者 李宇春 第一手提供的華語樂壇 最具影響的演唱會品牌 為例 二十九唱歌唱 旅開鮮河 漂泛累積週三億元 兩大國際第一劇品牌的演 建設一具國際影響的 世上愛客行列 兩週一到十年 電視人樂行業 經歷變革的十年 十年間 李宇春見證了華語樂壇的 辛酸與變革 以憑藉自身強大的影響力 與市場號召力 對音樂的執著追求 在內容重新 跨境如何 目視顛覆等諸多方面 引力和推動著 音樂產業的不斷情形 內容出現 2006年 李宇春金字命名的 外面演唱會 開創華語樂壇個人 演唱會品牌鮮河 此後十年間 無論是每年不斷突破 觀眾想象力的舞台創意 與現場互動體 還是與眾多 國際定級設計師 合作打造 演唱會華為舞台創新 都為華語樂壇演唱會 現場帶來了革命性顛覆 唱片上 自2008年首都獨立企劃 個人專輯 少年中國以來 李宇春始終堅持 為自己的音樂唱片 單綱全部企劃 從華麗轉型 創作人的 唯一森布曲 到野蠻生長 獨立成長 又層層深入的 革新製作 李宇春始終將音樂概念 打不動機制 每一次的音樂發聲 都成為華語樂壇演奏 不容錯過的 概念打電 跨界融合 除了內容上的不斷蛻變 李宇春更將創意的觸角 延伸至尋風的藝術領域 打造同樣式的音樂聯動 2015年 李宇春携手演過 鮮風唱臺 PC Music 將影像主席藝術 與音樂相結合 為探索音樂與藝術拼解 大破重流與小眾界線 做出了成功嘗試 2016年 連續11年 登上湖南美食 跨年演唱會舞台的李宇春 翻成二次元歌曲 普通Disco 成為跨年浪漫 最具觀眾度與討論度的表演 被演技評價為 大破次元B的創新之局 正式中不動燃燒 模式顛覆 在內容創新與跨界融合的同時 李宇春也憑藉自身強大的市場影響力 不斷變革著唱片行為的發行模式 2016年 李宇春發佈單曲《東天快樂》 成為中國首位常識 歌曲網絡付費下載的歌手 2014年 李宇春發行專輯《1987》 《我不知會遇見你》 首重微信預告模式 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 唱片線上營修發行的 又以創新之局 2016年 李宇春更是打破傳統專輯發行的智庫 將野蛮生長 拆分為四張數字 一批一次發行 以令當下數字音樂的全新風潮 因為音樂行業的發行與推廣 帶來了更多見見 音樂浪潮的脊弱開河 音樂暫停的更替換代 都無法動搖李宇春的出現 生命如何燃燒 取決於信念是否堅定 這一陸野蠻生長的西門少年 還將繼續奔跑下去 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 永不宴席 永不宴席 一日千里 永不宴席 一日千里 永不宴席 再多一點驕傲的掌聲 太厲害了 看到這個VCR之後 真的就像見證到了一個全能的藝人 他突然變成了一個藝術家 真的每一年我們看到春春不斷的突破 不斷的嘗試 真的是精彩非凡的十年 可能現在已經是十二年一個年頭了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精彩 在等著每個關注春春喜歡春春的朋友 所以 接下來 就讓我們全場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十年來一路 野蠻生長的西門少年 李玉川 邀請春春 歡迎春春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到了 青春感覺又長高了 今天明天是高一點 我們請春春跟現場的觀眾媒體 還有在我們QQ音樂看直播的 網友們問一聲好 對 哦對 忘了這個看直播的網友 QQ的網友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美不美啊 看到你穿著那麼時尚的造型 總想說趕緊來個表演吧 因為剛剛我們看完春春的跨年演唱會 史詩級的表演對不對 春春我要當面的跟你表達一下 對那場表演我心中的熱愛啊 真的 大家都看了吧 我是我是人緣很差那種 跨年一個人跨的 我在家裡一個人看 然後到你跟他表演的時候 我真的到後面那個300人舞團上來的時候 我也站起來加入了他們 然後跟你一起念 不為流血不去留言不去分離 幫忙下去 謝謝謝謝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這樣 你自己有沒有回看那個視頻 感覺很驕傲 這一次應該 應該算是我自己回看的比較多的一次 真的 對因為我自己還是會比較習慣去看我表演的一些視頻 然後去發現一些問題所在 這一次其實還蠻開心的 因為在這個排練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辛苦 因為每天大概的排練的時間應該平均有七小時 然後中間有一些生病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其實一直也蠻擔心 會不會在表演的時候出現一些狀況什麼的 包括我們在現場彩排是從凌晨四點鐘才到早上七點鐘 為什麼那麼晚才開始彩排 因為我們的節目人最多 對所以比較麻煩 很辛苦 所以就表演當天我感覺自己還挺投入的 然後後來回去看視頻的時候發現 好像還不錯 就開心 不只是不錯 那簡直了 放呆了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每次看到春春的表演 就會讓大家覺得 她的音樂 她的所有的付出 都在那個舞台 那個那一刻 全部都毫無保留的呈現 帶給大家 今天我們這個 慶祝的喜慶的日子 就是來慶祝春春在2016年 和QQ音樂一起帶給大家 這麼棒的四張一批野蠻生長 是 今天這個日子聽說也很特別 好像去年這個時候 1月4號是野蠻生長這首單曲 發布的日子 我真的有點不記得 你不記得 對不對 我們Eddie哥記得很清楚 說1月4號這個日子 好像正好是一個巧合 今天又回到了1月4號 那我覺得就還挺有緣分的 挺有緣分 還挺神奇的 對啊這個難得的緣分 而且一整年大家都看到 春春在不停的野蠻生長 不停的發光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也是一個 有一點點儀式感的人 像我們歌迷其實很有儀式感 每年跨年 一定要看春春的表演 你有沒有 好像你在家 是不是彈鋼琴都要穿正裝的 嗯 對 其實我是一個 我覺得我是一個 還挺有儀式感的人 嗯 然後對於自己的一些 在意的一些事情 總會有自己的 一些特別的一些方法 一些特別的 形式吧 嗯 所以 無論是 平時在家裡面的一些 小癖好 特殊的一些方式 創作音樂時候的一些狀態 嗯 包括就是 包括去年 十周年的時候 我創作西門少年這首歌 也是一種儀式 對 也是我自己 內心的一種儀式 嗯 西門少年那首歌 真的太厲害了 那個rap 不僅僅你說 就是 讓我們這樣能夠跟著 聽著你唱 然後跟著哼都不下來 你還在live的時候 一口氣完全沒有 一絲一毫差錯的表演完畢 要不要講講看這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西門少年這樣的一首歌曲 其實我也有擔心的 嗯 我以前表演歌曲 我不會有 我不會有那種擔心 不會緊張 但後來呢 就常常會有歌迷調侃 嗯 說不要忘詞哦 誰 調侃了 誰 有調侃過嗎 你們 真是的 然後我反而就是 哎 表演的時候心裡有點小負擔 嗯 尤其是 尤其是八百多次的歌曲的時候 對啊 那表演之前就會 哎 今天千萬不能錯 其實自己反覆演練過很多次了 但是在表演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 就還好 會小小的擔心 那你的表演前有儀式感嗎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演出的時候 你會要吃一碗好吃的什麼東西 還是 其實我在自己的個人演唱會上會有 嗯 平時的演出相對好一點 那個人演唱會的時候呢 我比較習慣在上台之前 會有一個三到五分鐘的自己的一個空間 哦 就是自己要沉浸一下 嗯 誰都不能進來的空間 對 然後 那個空間是完全屬於我的 嗯 結束之後然後我才會去 去下舞台 哇 就是要 享受一個人的時刻 然後到舞台上 把這些光芒都分享給所有人 剛剛講到演唱會 其實在2016年除了有野蠻生長這四張數字專輯之外呢 我們還看到了春春的野蠻生長 學會演唱會 是 真的 所以這個滿滿的2016年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十個年頭 到2016年其實是十一年了 自己有沒有 也是見證了很多我們華語歌壇的從 發行歌曲的方式啊 包括現在樂迷聽歌的一些追求都有不同的變化 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作為一個領軍人物 我雖然十一年的時間 十一年的時間不算特別特別長 但是剛好在我經歷的這十年的時間 十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音樂行業還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因為十年前 十一年前 剛好是這個音樂行業非常繁榮的時候 那在我入行之後 音樂的這個行業也經歷過一些低迷的狀態 包括很多唱片公司都已經關門 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然後再到這個互聯網 數字音樂的這樣的一種新興的一種模式的誕生 然後我今年明顯感覺到 音樂行業的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復甦 春天 對 所以短短的這樣的十年的時間 但是這個經歷是有挺大的一個變化的 但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 對於自己熱愛的事情 對於自己喜歡的音樂 始終是一樣的保持那樣的一份初心 一樣的熱情 真的 掌聲鼓勵一下 我覺得春天不僅是見證者 見證者也是創造者 這個十年當中我們看到 其實十年剛剛春天也說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對於整個行業而言 那真正能夠留下來的人也好 作品也好 我相信真正是樂迷和聽眾喜歡的 那當然現在春天來了 我們野蠻生長的時候 看到我們QQ音樂跟春春 這樣一個非常強調的合作 這個Music加野蠻生長計畫 你是怎麼想到把一張專輯變成四張EP 然後野蠻生長 讓大家慢慢的去感受的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我也沒有這麼想過 因為這張專輯的整個企劃概念 大概是從兩年前開始有的一個 一個非常初步的一個想法 然後這兩年的時間 一直是在創作這張專輯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按照一張傳統的專輯 四首歌這樣去構思的 但是這張專輯帶給我很多很多的驚喜 因為有很多新的音樂人的加入 其中包括陳偉倫老師 李格利老師黃偉倫老師 都是第一次合作 那他們在拿到野蠻生長這樣的一個 命題 企劃案吧應該叫的 對對對 但是他們卻給了我很多不一樣視角的一些 對野蠻生長的理解 這個都是你親自去跟那些老師談嗎 有一些是我親自去拜訪的 有一些是通過郵件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非常驚喜 因為每個人對野蠻生長有不同的理解 包括出發點也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在進行的同時我也有難題 就是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來選主打歌 哦每個作品都很愛 對都很愛 所以後來我在想 這樣一種傳統的模式 可能會埋沒很多的好歌曲 然後為什麼不能用一種更極致的方式去表達 去把這些歌曲分享給聽 更多人聽到 對對對 所以才萌生了這樣的一種想法 說白了春春就是希望能夠變成野蠻生長 這樣每一首歌都可以主打 在每個特定的時間 大家可以仔細的聽裡面的每一支歌 因為都是投入了很多的熱情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春春真的有一個魅力是 你只要給他一分鐘的時間 看他一分鐘的表演 或者聽他一分鐘的歌曲 你就停不下來 你就會想把整個表演看完 這首歌聽完 這也是春春身上這種無語倫比的吸引力 所以今天我們剛剛講到 Music加我們QQ音樂跟玉春 開創了一個全新的一個互聯網 讓大家去正版支持專輯的方式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又有哪些精彩之處呢 馬上我們請春春也請各位 一起來欣賞一下 我們為大家做的一個總結VCR 來 我們請春春落座 我們一起來看 好 來 大家一起來看喔 好 來 野蠻生長 從全已打破武士成功的瞬間 震撼開啟 整個祝福 從何力顛覆古勇武士的一刻 先鋒領航 是QQ音樂 也是西門上年 李玉春 5月25日 QQ音樂 獨家手法李玉春 野蠻生長之夜片 正式接看 QQ音樂 野蠻生長 科技與藝術其心情緒等 音樂新片長 一十五個月 野蠻生長 李玉手自專輯 四輪法 一路引力 尋新互聯網 尋法新博士 顛覆傳統音樂 產業思維 更覆蓋 一千萬野蠻生長 話題量 博士光益 其中 QQ音樂 聯合李玉春空投資 創新通知數字專輯 互動文法 先起數字音樂 李玉春日 野蠻生長見像 野蠻生長見空間 粉絲彈音活動 天天不聊 李春和你彈彈 李春空間QQ音樂 歌曲等 也跟你歌評 有直播中 產生彈幕八萬條 首發活動直播 李俊尼之際 99分鐘 超長直播 超過108.3萬 參選人觀看 產生306.8萬次互動 李春專輸來電 通過電腦 傳遞音樂態度 超過10萬人成功監聽 電人地圖 專屬文法 可以可搭載 現實多貌遊戲 全新載線 瘋狂玩法 給你不一樣的春春 李春專輸歌詞來報 值得收藏的 最好的新聞照片 李春專輸四方 當你看見 那些公共背後的 文情與情人 獨家全範圍的 超級福利領報 開除數字專輯 娛樂互動 新模式 數字驚人 無二發經驗 李春志 葉曼聲張 志在QQ音樂 追蹤夢想的路上 也許遍地驚喜 但喜悶少年 初心歸改 擁抱忠誠 行動與獨立的品嘗祈福 不再介紹被誰書寫 堅持音速 崇敬內心 是李宇春的自我欣賞 也是QQ音樂 對數字音樂作品的 永恆堅持 這是一份 關於音樂的純粹與榮光 此刻 想與你一起共享 請一起期待 QQ音樂與李宇春 下一次 顛峰生長 哇 又是彈幕直播 又是專屬的來電 真的是花式的打歌 我們的QQ音樂 跟李宇春工作室 真的為了這張專輯 想到了各種各樣創新的 宣傳的方法 為的是讓更多人聽到 這樣一張優秀的專輯 就好像一部電影完了之後 有很多的彩蛋一樣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感受過 這些不一樣好玩的聽歌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掌聲 歡迎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的副總裁 吳偉林先生 為我們一起來分享 野蠻生長的營銷創新 和對整個音樂行業的推動 有請